明明是來逛大賣場 怎麼像是走進了大工廠 手伏梯不斷傳出怪聲 讓人心慌慌 民眾把影片PO上網 有人說該不會大陸手伏梯 把人吃掉 實際來到現場 的確傳出巨響 有媽媽帶著小孩 東看看西看看 就是不敢踏出一步 會覺得很恐怖 口服電梯 他會比較辣吧 你會害怕嗎 很恐怖啊 這聲音啊有聽到啊 這聲音越聽越毛 民眾不是走快點 就是乾脆不要搭 彰化園林這間大賣場 一旁手伏梯 因為故障停止運轉 沒想到連下樓手伏梯 也傳出巨響 民眾會擔心不是沒有道理 兩年前在大陸上海 也曾經有賣場手伏梯 上層殺不住 一名富人活生生被手推車撞死 又傳出香港有手伏梯 夾住嬰兒車輪胎皮 差點受傷 但賣場出面 拍胸脯保證沒事 電條滾動的聲音 它沒有危險性 我們有請教過 電弧梯的廠商人 賣場強調每個月定期保養安全無餘 而網路上有民眾擔心吃人電梯 刻意拍攝搞怪哭搜影片 搭電梯要踏不敢踏 或者是沿著牆面從旁邊穿過 刻意避開第二塊沉降板 因為一般來說 手伏梯沉降板第二塊鏟空 才能讓計時有作業空間 但實際觀察 一般民眾雖然不會特別避開 但手伏梯發出怪神 踩上去難免還是讓人心驚膽戰 記者陳孟輝 彰化報導 請到 請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